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博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位师兄的来信 我的婆婆80岁了 因为她女儿的缘故 信奉一贯道 所以并不相信净土法门 只是我在讲述我妈妈往生的过程 在这里顺便讲一下 这位师兄的妈妈名叫邓吕丽丽华 我曾经分享过这位老菩萨的往生故事 给我们展示了顶圣眼天生的一个视线 非常的殊胜 如果大家呢 没有看过这个往生故事的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我们的留言栏之顶 大家都去看一下啊 一定会受益的 下面接着分享故事啊 我呢 给她讲述了妈妈的往生过程 她还是半信半疑的 高兴就念两句佛号 身体不舒服了就傍佛 但我还是劝她有空就念佛 并告诉她极乐世界的美好 这一点呢 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啊 很多人呢 这个圆呢 它浅 即使我告诉她我们家小菩萨是如何往生的 到底有多殊胜 是欲知实质并且念着阿弥陀佛往生的 她该不相信的 还是不相信 包括自己家的人 她也不相信 这就说明我们今生能遇到佛法 能信阿弥陀佛 能念阿弥陀佛 这都是我们累生累世积攒下的福报 不知道修了多少节度 我们才有今生的念佛的因缘和成佛的因缘 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今生的机会 千万不能让它浪费掉 下面接着分享故事啊 我们全家在今年的8月30号被确诊得了新冠 我婆婆刚好轮到在我们家居住 也被传染到了 发病期间呢 她的声音沙哑 她在说什么我们也都听不懂 一直到后来好了 她才跟我说 她生病的开始两天 突然一群人来看她 但她都不认识 我们家是两层楼的楼殿 楼上并没有人住 那两天楼上有人一直跑来跑去的 她也跟他们对话 一直到她不知道为何突然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那些她口中所谓的一群人就散掉了 然后她就慢慢的好起来了 这个是事实啊 大家千万不要不相信 虽说阿弥陀佛的本愿功能不是只有这样 我今天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希望这个故事哈 能让人知道末法时代唯有念佛 才是终身的依靠 我婆婆现在也开始念佛了 尤其是被阿弥陀佛救度之后 更加有信心了 现在有空也都可以听到她念佛号了 这也就是说明呢 我们平时来度化家人念佛 当时可能她听不进去 但是在阿赖夜市里面呢 她已经种下了这个佛号声 这个善种子已经种在那里了 如果没遇到境界的时候 她可能不会出来 但是她每天被鬼神缠绕着 和他们对话的时候 阿赖夜市的种子现行了 就把这一句佛号突然间的就念出来了 这些鬼神就立马闪了 这句佛号的功德之大 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们只要是诚心的念这一句佛号 可以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诸佛护念 护法神保佑 一切鬼神都不敢靠近我们身边的 所以有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念佛很害怕 会不会把其他的鬼神都招到我的身边 我们念佛 身边的鬼神都会变成我们的护法神的 他不会来侵扰我们的身 这点大家要相信 佛菩萨的力量 是无量无边的 现在给大家讲一个 民国初年丁福堡居士 记载了这么一桩真实的故事 大家听了以后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念佛会保佑了 鬼神会远离了 有两个好朋友一起做生意 赚了点钱 但是呢 有一个不巧在路上病死了 一个呢 就把他埋葬了以后呢 就带着他的钱回来了 回来之后就给他家里人送信 那他太太呢 就怀疑是这位朋友 屠材害命 把他的先生给害死了 所以这个一团呢 始终就解不开 因为也没有别人作证 这个先生死了以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鬼 这个鬼呀他是很灵的 有神通的 还找来朋友聊天 他就说 我家里人对你怀疑 那你就把我的太太带来 我当面给他解释 这个怀疑啊 就可以消除了 这位朋友听了以后啊 就顺口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他这阿弥陀佛一念 这个鬼立马就叫起来了 说哎呀 你不能念 你念的时候啊 你身上就会放光 这个刺激到我啊 受不了了 他听了这个话以后呢 又念了几声 鬼就跑掉了 于是他就晓得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力量 他也就不去给朋友的太太解释了 从此以后就出家修行了 一心念阿弥陀佛 念佛法门实在是难信之法 不但释迦摩尼佛自己说是难信之法 十方诸佛 一口同声的都说 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 你能信得过 那就是大善根 大福德 大因缘 真正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了 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珍惜 再一个 我们的念佛人头上 光明中就有阿弥陀佛 下面再给大家讲一个 莲池大师出家前 念佛放光的一个故事 明朝万历年间的莲池大师 是净土宗的第八祖 在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 他姓沈 在家时他就有学佛念佛 有一天他隔壁有一个老人过世了 他的子孙就为他迁王 迁王的时候 就有这个仙婆 我们现在的说灵媒 就有灵媒仙婆呢 来替王者说话 当时呢 为出家的莲池大师沈先生 他觉着很稀奇 也跟着那些人去听听 那个仙婆 是如何替王者说话的 于是 他便站在一旁啊 打算看个究竟 但是心里就想 我是一个念佛人 现在如果不念佛 这样不好 便提起了正念 心中呢 就开始默念阿弥陀佛了 不断地在念佛 没想到 他这样一念佛 那位仙婆就说话了 像沈先生这样用功 这样修行 就不必有烦恼 不会做佛了 将来一定能够成佛的 沈先生听到了以后啊 吓了一大跳 就说我默默地站在这里念佛 你怎么会知道 我是修行人呢 仙婆就说 有啊 我知道你现在在念佛 那你怎么知道我念佛呢 仙婆说 你心里一念阿弥陀佛 你头上就会放出光明来 光明中就有一尊阿弥陀佛 站在那里 非常慈悲 光明灿烂 所以我知道你心中在念佛 由此可见 我们只要念佛 头上便会放光 头顶上还有一尊阿弥陀佛在那里 实时加持着我们 所以这个念佛啊 不在于出生念和默念 都能受益的 正气足的人 头上也有光 但是呢 他比不上念佛人 头顶上的这个光 所以有人说晚上走路 一个人走路害怕的时候 就一定要认真的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就不用害怕了 因为我们念佛之人 鬼神都会远远地静之 恭送我们的 顶礼的 他是恭敬的 所以绝对不会伤害到我们的 这点大家也要知道 我们当下念佛 当下便得佛光明护身 头上时时会放光 这是何等的殊胜妙用啊 所以大家啊 通过这几个故事就知道 明靠就是佛体 明靠就是光明 因此能够消除罪业 能够解除冤亲债主的障碍 所以一句佛号 能灭我们的八十亿劫生死终罪 能让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做佛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失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chale chale